大家早上好 今天是7月24号周一 美股开盘三个小时整 美东纽约现在是中午的12点31分 能看盘面市场再次出现了短期的一个新的高点 之前是去到4600出头 然后下来了 那现在呢又想去到4600的位置 还差10年20点 今天比较明显的是原油价格出现了比较大的上行 原油价格确实给予市场压力会越来越大 这也是我们之前说的 如果说一旦大盘来到更高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的话可能市场就会有比较大的担忧 针对于说通胀的这么一个预期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原油价格以及原油现金指标 我们一直提到的42VRB-CL 现在不断的在往上走 所以原油价格会持续的向上 那这个可能也是因为通胀 然后包括还有通胀预期放缓 包括还有新的一个经济周期 最近的一些经济数字 全球性的经济数字都比较强势所导致的 但是原油价格如果上来的话 来到8字头甚至更高的位置 那下一个月的通胀预期 那可能又会上调了 从而可能会带动美元 美元上来破了100 下来之后找到支撑在90块99 然后呢反弹上来 那现在回到100左右 原来的支撑现在的阻力 那如果能够成功占回去的话呢 我觉得很大概率有可能会占回去啊 你这里可能会对各大资产价格 还会有负面影响 我们今天最近美元涨的虽然多 但是黄金的回调也并不多啊 白银的回调也不是很多 这其实也让我们对黄金白银等贵金属 有更多的一些积极的想法啊 但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担忧 市场这边短期涨幅过高 然后从而导致可能市场会有一定的冲高回落啊 那从图形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指数级别的图形 纳斯达克稍微弱点 但其他的几大指数 包括外国的股指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所有的大众商品 所有的资产价格品种 其实图形上来看都相对健康 任何的回调或相对的弱势 都是正常或健康的回调啊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主讲的一个主题 就是还是回调健康健康回调 无论是美元怎么波动 包括现在目前市场对美元数加息的一些预期 我们看到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啊 那这周三比较关键的就是Fed Day 周三会有一些会议 然后周二周三周三会有一个决议 那最后的决定应该就是会加息25基点 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了啊 然后同时的话可能会对接下来 一些预期的展望 那就是鲍威尔在两点半的讲话啊 那其实大家看本周的世界性的话 最重要的话就是这个事情啊 其他的事情可能都没有这么的重要啊 没有这么的重要啊 那还有一些财报啊 也可能没有这么显得没有这么重要 我们看这周财报啊 也是有比较大的公司会发布财报 以微软mata谷歌为首的啊 还有大量的这种百billion级别上市的公司啊 也都陆续每天的发布财报 那几个方向吧啊 这个我们看中概目前还是没有密集的财报的 对吧 那科技成长类型股票 我觉得都不看跌啊 然后同时的话通胀 也是传统消费类的也都不看跌 所以这里整个财报的预期 我觉得都是中立偏向上的啊 所以如果要做财报期权的话 统一都是偏积极的财报期权 你可以卖Port啊 当然如果你觉得涨幅不会过高 你卖call 卖call spread也可以 但不要去买Port啊 我觉得目前可能市场不具备 这种大幅下跌的能力啊 然后另外我们看 还有就是 我们的关注列表啊 还有今天早上整个performance map来看啊 还有group来看 都是不缺乏领导者的 传统价值明显是具领先地位 然后整个VALT ADAT也可以看得出来啊 传统价值更强 然后呢科技股今天也但并没有拖累市场啊 日元没毛病稍微反弹一下 但整体来说日元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啊 然后我们看到BGIX也是充高回落 整个VIXLIME用钱没圆弧起来 可能还需要再等一等 所以风险方面的话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唯一的问题是原油太高 然后呢可能对美元啊这些可能会有影响 但我们看这周加息预期是最关键的 板上钉钉26号周三会加息25G点 达到525到550的利率啊 那这也是这一轮加息的最高点目前的预期 9月份的话呢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所以大概维持在7月26号加息之后 然后11月1号的话也是一样的啊 没有任何的变化 然后到12月底也是没有任何的变化 对吧 然后直到说24年的1月31号 24年1月底可能会有降息的预期 目前我们看到没有啊 之前是有过的对吧 现在目前是没有 然后到24年的3月份 可能才会有更大概率会降息啊 所以这个是一点对吧 这个是一点 另外我们看到还有就是情绪上 依然是严重的乐观 无论是American Individual Investor 还是CNN Fair Green 包括季节性的规律 这边也指向于相对有强势出现 一直延续到8月中啊 8月中 8月初中可能会有一定的回调 但也就是健康的回调啊 感觉下半年行情还是偏积极的 虽然固执很高啊 但我觉得这边之前杀了点固执 可能还是有点空间向上啊 另外我们看涨跌幅榜 今天早上还是有不少涨跌幅榜的对象 值得去关注的涨幅榜129只 可见今天市场 虽然涨幅整体大盘涨的不多 但是内部的情况是非常健康乐观的啊 那这里中概股是比较凶狠一点 包括今天早上AMC也是有新闻带动起来 BBIG也是啊 涨幅偏在前面的超过10%的 我们看到有接近30多只 其中有不少是中概股 因为这个隔夜的一些新闻 明天A股估计又是高开了啊 早幅比较多的大市值公司 其实都是中概对吧 再点这样在里面啊 一个币的以上市值的话 今天有接近39只 还是挺强的 里面有不少也是我们喜欢的对象 在这里面啊 另外我们再看一下跌幅榜 今天跌幅榜的话呢 也有不少 大市值公司的话有接近 一页多吧啊 也是30只不到 啊 2025只25只啊 另外我们看还有跌的比较多的跌幅在10%或左右的 这里有没有好的对象呢 就是Series XM连续下跌 可能值得注意一下 但也是涨多了的原因吧啊 可能有传闻是巴菲特 老人家在出货 另外我们看今天跌幅比较多的也没看到什么特别的啊 没看到什么特别的 这样市场下面跌可能也因为说明是资金有在抛弃啊 那短期内可能不会再留回去 除非有什么特殊的异动 值得大家去关注啊 那这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Catalyst 哇这边我就不多去讲解了啊 这份账号 目前我是没看到 到底什么这个回去再看一下这个账号的问题啊 然后这周财报主要还是看微软周二盘后还有FBank啊 还有就是周三的Meta啊 那几个都是不看跌的对吧 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到时候我再进行更新啊啊 这个为什么我们看不到这个东西呢 Start哇 就为什么不给看 这不是应该是免费的东西吗 还是说他需要有付费的文章才可以啊 一会我再去研究这个玩意吧 可能是不是这个卡到期了的原因 然后没有序啊 首先是一个premium access的一个东西的啊 还是看不到 对我到时候回头再搞吧 我回头再搞 呃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 大家可以自己看 如果是付费的话 大家自己看 我记得这不是付费的啊 那怎么现在变成付费的啊 然后还有就是啊 这边该讲的差不多了 我们看列表吧啊 共产线持有列表 呃 这里面50来只股票 今天呢涨幅榜里面是有非常多的对象啊 非常多的对象 KC也算是中概其中一个吧啊 然后跌幅榜今天是应该是没有 然后Space相关概念 啊 最近我们看到 Space S没有做炒作 所以还好 白银的话 经常回调啊 多等一下 然后反向指数的话最近表现一般般啊 没有特别多反向指数有特别好的形态 除了 那度这个形态可能还不错 半导体的形态可能还行啊 其他 目前这个反向指数的形态都是比较糟糕的 而另外我们看还有就是三倍看涨一件 那不回调 然后硬今天是暴涨啊 硬也是我们比较看好的地方 生化质量小股 敲GPT游戏概念我们就不说了 中概抄底 今天也是大幅上上 原料金属性也不错的表现 最后我们去看看资金流的变化吧啊 资金流变化周五 当时是没有更新啊 我们来看看周五的资金流变化的情况 嗯 这里 啊 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讲过了吧 这个是讲过的 是周三的啊 这是周三的资金流变化 然后周五的资金流变化情况 啊 PBF是 油气股 Unity Health UNH 保险 还有就是UBS银行 USB银行啊 这是这几个 USBancorp 呃 然后今天我们看到开盘 绿色偏多啊 中间可能10点钟左右有一些弱势吧 但10点钟以后我们还基本上都是偏强 一直到11点半 一直到12点 都是比较强势的一个表现啊 呃 就是OPRA OPRA 一只较新没见过的股票 在大跌的过程当中 周四是有人抄底 Maxen 也有一些看涨的单子 BBIO 啊 这个之前是有看涨 那现在好像是 有人换仓 当然有一些PUN啊 TurboLine 看过来也是有一些看涨的单子 有人卖PUT 买Core 看涨 PHS看涨 Vivian看涨 这个我们看到在周四有大量的 移动 像 Keith 啊 还有 KamboLine 还有OKTA 也是跟Amazon相关的云概念公司 Ali 互联网银行 还有SAIA 这都是看到有不少移动的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不同板块啊 不同行业的一些移动啊 说明这个广度还是比较宽的 啊 另外还有道指也有看涨的单子 福特也有 ARKK呢 有些PUT 还是高估值的不被待见啊 然后CSXM是有大单 啊 在CSXM这个股票还是很有意思啊 周末啊 上周是有新闻 我看CSXM 大涨30多个percent啊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我也没有跟踪啊 连续 我还从3块多涨上来 这个应该是巴菲特老人家的持股啊 不知道为什么瞬间翻倍了 这个我觉得值得去跟踪一下 他的新闻啊 CSXM 这我们当周四看到的时候 好像这移动就很凶了啊 大涨是因为 3 reason why a surge 应该是财报吧 3 reason why it surged 42% so what's the 3 reason it's from Yahoo Finance 6 6th and 7th 好像也是有收购并购嘛 财报 白文 report OK 又是short covering 所以这只又是成为了 继GMC还有AMC之后的 另外一只罗素指数里面 高作空比的较大型的公司 be heavily shorted 然后同时我们看有些新闻吧 带动起来的 这应该是逼空吧 感觉逼空啊 很凶很凶 然后还有指数的关系 这个新闻大家自己去看一下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啊 Series XM 大逼空啊 感觉单从图形上来看 我们看这个图形 把这个成交量加进去的话 是不是还有行情 看一眼啊 有没有成交量分析 可以看得出在20号跟21号是放了很大量 周四周五 然后今天是没有什么量砸下来 那只要不破5块5 我觉得还有机会再往上冲啊 所以Series XM又是成为短期的一只动能股 可能还有抄底的机会 BristalMire有些PUT 有些看涨的换仓 然后还有OKE Snapchat又看涨 RTX看涨 AUPH看涨 NEE是PUT 然后呢 这也是银行 有些麦扣 然后台积电又看涨 财报之后有人跟进 XPO看涨没啥特别的 还有Stitch Network 还有LUMN LUMN就是小股票 有看涨的单子还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啊 其实我们也是比较看好 但是一直没有什么太大起色的一只股票 现在问题是还在低位没起来呢 对吧 两块钱不到 这个应该是很难吃亏的一只股票啊 那我们看Snow看涨 RUMN也是 这个是Donald Trump的DWAC 这又是什么新闻了 对吧 现在很多个股的新闻 我都没有跟踪啊 大家可以多看一看 DWAC 又是上周大移动啊 然后今天回来一点点 Dish Network M-Face都是看涨啊 Coinbase有Pud 小心 Villian看涨 然后PBF 能源公司看涨 AMD 我们也看到了不少的超级的单子 卖破 然后买扣啊 同时我们看到BX有看涨 SQ TSLL看涨 RUKU看涨 BLU看涨 USB看涨 还有CORCOM U也是有卖Pud 买卖Pud的单子啊 所以是不看跌 LIFT也有些卖CORN 然后呢 JJ WW看涨 EW看涨 然后呢 SMCI看涨 TSLL看涨 VMVTA看涨 还有这个TFC看涨 我们看USB看涨 EROS看涨 VST看涨 还有就是TESLA看涨 还有谷歌也有看涨 还有就是Gangu America有Pud 小心OXY看涨 AMD 还有VLO 能源公司 VVIG也有看涨 今天涨了 然后还有就Intel 也有看涨 还有FHN 看涨 未来汽车 VS 还有特斯拉 都是偏向于看涨的单子啊 还有FHN 这个当然说过了对吧 然后我们看还有就是这个小鹏看涨 阿里巴巴 看涨 Bilibili OKTA 感觉中概股要有一波了啊 然后特斯拉的大单这个特别注意一下 特斯拉 24年1月份的300的扣啊 这里有4个Million 4个M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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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应该是20个Million多 然后还有换仓 加起来这里好像有不到25个Million的看涨啊 很凶啊 很凶 特斯拉 感觉特斯拉又是投有不回的要要要要突破了啊 京东 有看好的 然后TAL 确实看涨 CAPRI看涨 未来汽车 啊还有这个FHN FHN 应该是一个房地产相关的股吧 我们看FHN 是FHN National Bank 就是一个区域型银行 不好意思啊 然后还有特斯拉看涨 小鹏看涨 然后FHN 看涨 UBS看涨 奈飞 奈飞这个是我们上周讲过的啊 这边就不多重复了啊 我们来说上周过来之后 周四 五后 周五全天 周一的这个前半段 我们看到各股资金流移动还是非常的强势的 啊非常的强势的 这个市场目前还是毫不示弱啊 还是毫不示弱 虽然大盘没涨多少 但里面的个股是越来越强了 越来越多强势的个股参与进来 也看到更多的逼空 这种大的逼空的行情啊 感觉有点像2020年当时有这种流出的逼空的这种感觉 那一旦逼空形成一个惯事之后 而且有更多的逼空出来的话 那这个大盘可能就更加有意思啊 当然也意味着说到时候如果反转的时候 跌下来的时候也会更凶啊 现在可能还是杀空头的一个感觉啊 要把这些空头全部逼死 所以如果个股要做空逼空的话 我们看到shoreinterest.com这里面的这个这个 这个就比较好用了 对吧 shoreinterest.com还有一个叫 highshoreinterest highshoreinterest有两个网站吧 一个是这个网站 科巴拿为什么长那么凶呢 比方的秘义为什么长那么凶呢 upstar ai 这里面都是高度红比 amc一样也是啊 还有什么啊 这里面可能也比较有意思的 space virgin guarantee 也算是一个 sdc 只要这里面可能比较有意思的 像coinbase 还有nordstone 这里面都是作风比超高的啊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用的是 就是market watch这个网站 也是说highshoreinterest的stock 大家可以直接谷歌上一搜就能出来的啊 或者直接说highshoreinterest然后market watch 这个可能数据会更好一些啊 这也是之前有同学告诉我的 market watch里面的这个highshoreinterest 或者shoreinterest screener 里面两个目前我们看到是有些重叠的 但也有一些股票是不重叠 像siris xm 这刚刚那个地方就没有 siris xm 为什么也是最近那么强 30%做风比排在前10吧 前20有吧 loose也很强 upstar也很强 max也很强 反正这边我们看到有上涨幅榜 最近涨了很厉害的 其实很多都是高 逼空的对象啊 那这里面会不会还有新的对象啊 如果刚好看到有异动的话 那也会及时告诉大家 如果大家如果提前有些预判 也可以在这里面这个列表里面找啊 好 那这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面容 然后明天的早上早饭直播 我们再来啊 不见不散 同时间同一点 我们明早再见 and stay powerful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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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